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风鸣器 那我们测试风鸣器,我们用到的积木是 音调 音调 那我这边偷个懒就一样使用数位角位6 数位角位6,我们接在角位6就不动它了 那角位我们是6,那这边C是我们的音乐里面的Do的位置 第四个键,这会比较接近我们常讲的Do的音的位置 这个C,那这是200毫微秒就是0.2秒 时间看你要多长,那我们把风鸣器接上来 我们把风鸣器接上来 好,风鸣器接上来 那它要发出声音,执行它就会有声音了 那如果你要D,Do,R,Mi 那使用这些积木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每个积木之间建议你这里暂停的秒数要给它 比方说200毫秒,你这边就是0.2秒 不要两个,比方说Do,R,两个积木一起接 对,因为我们风鸣器发生的时候 它,你设定了200毫秒,它就会停留 在Arduino上面会停留200毫秒 那这个时候你把积木黏在一起 它会一次就把它执行过去了 那如果你要让它连续发音的时候 就建议你把这个暂停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比方说这样 C4,D4 C,D,D4,R,Do,R,Mi 这样就会出来 那如果你连在一起有可能会 某几个积木就会被跳过去了 这是使用音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